近日,网络上晒出了几张64岁的吕良伟和66岁赵雅芝同框虚旧的照片,因两人都显得太年轻了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照片中的他们两人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身材和颜值也是十分的不错,一点都不像是60多岁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皮肤状态以及精神方面来看,就像是回到了20多岁的样子。 然后当吕良伟把赵雅芝的肩膀紧紧搂住以及握着双手的时候。 赵雅芝的表情都开始了变得有点羞涩不自然,有种不好意思的想睁开的感觉。 当网友们在看到了他们的这两张照片之后纷纷在留言区的下面热议了起来。 有的人评论说到了赵雅芝都已经有些不自然了,而且有的人还说到了感觉有点尴尬呢。 不过有一位网友们则是质疑地说到了这个滤镜功能真可以一下子回到了20岁。 然而却有人幽默地评论到了丁丽和冯丞丞的再次相遇。 甚至还有网友羡慕地说到了丁丽怎么不会老呢等等的评论。 可见他们的这两位老搭档在身材颜值的完美保持下,让无数的网友们都纷纷羡慕了起来。 就在前一段时间64岁的吕良伟还现身于内地参加商演。 她在当天的造型中身穿一件白色西装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站在舞台上积极地演唱。 不过她那高挑健美的身材和那几乎没有任何皱纹的脸上,让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少年人一样。 而且在另一边66岁的赵雅芝也在前不久的时候先身于一家养老院,做公益去探望老人。 她在当天的穿扮中身穿一件白色无袖的连衣裙秀出了她那窈窕的好身材,以及露出了满脸开心笑容。 虽说养老院当中的不少老人和她的年龄差不多,但当她们和赵雅芝站在一起的时候,容貌就是天差地别了,犹如两代人一般的感觉。 不得不说,66岁的赵雅芝和64岁的吕良伟,她们两人在身材颜值保养方面,确实做到了让许多人都非常羡慕。 那么,你对于她们这两位艺人在个人保养方面60多岁的状态,却显出了20多岁的样子,有什么个人的看法和评价呢? 好,我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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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她们的一个人的目的因素。 你会对于她们的状态,我说了,我说了,我说了,她们的状态,我说了。